唯一一個能跟小欣處CP的男人 封堅測 那我們今天好好聊聊小欣與封堅那些有趣的故事吧 由於這兩位鮮明反差的個性 時不時會爆出曖昧與激情的火花 封堅在和小欣不認識的朋友面前時 總是有一疏遠 甚至裝作不認識小欣 當我們主人公心自助是何許人物 當我認定你是我的朋友時 不管你如何裝作不認識我 甚至嫌棄我 我依舊對你死殘蛋打 你越是想否認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越是和你糾纏到底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啊 你的朋友嗎 我不是 其實他不算是我的朋友啦 是比朋友更生日的關係喔 別說讓人誤會的話 有時封堅在路上手捧鮮花身穿 其妝正巧被無所事事的小欣碰到 小欣一眼就看出今天的封堅 和平常的不太一樣 於是跑上前問封堅你要去哪裡 封堅擔心說去聽朋友的音樂會 不正前的小欣會跟上來 所以說去醫院探望一個朋友 誰料到小欣竟然說要一起去 於是封堅靈機一動騙小欣說 前方有位女明星隨機擺脫掉 小欣一個人趕緊開溜 遠遠為平安抵達音樂會場 殊不知小欣也跟了進來 輪到萌香上台鋼琴演奏的時候 由於太過緊張 頻頻彈錯鋼琴鍵 在台下的小欣對萌香聲援說道 沒關係 再彈一遍就好了嘛 但封堅認為小欣太過喧滑 情緒激動一下拿著手中的玫瑰花 往小欣身上打了下去 並且大聲說道 安靜點 萌香為了今天的演奏 一直很努力的認真練習耶 雖然便拉著小欣離開音樂會場 但封堅不知道是 萌香由於聽到封堅的話 才能冷靜下來成功完成鋼琴演奏 而此時的封堅正在公園一連曲上 小欣則一旁安慰封堅 還有一次小欣在路上發現 心中可疑的封堅 封堅此時正在煩惱燈回了祝賀池 該怎麼說才好 這時小欣已悄悄的走到封堅身後 並且悄悄的在封堅耳朵吹了一口氣 封堅被這麼一吹 瞬間頭皮發麻 身體短暫僵住 卻在封堅短暫僵住的這段空檔 小欣已拿走封堅帶著裡面的禮物 然後悄悄的一路跟著封堅來到朋友家 封堅剛和朋友祝賀完三日快樂 小欣突然在身後吐槽 祝賀雨很普通嘛 讓毫無防備的封堅下個措手不及 隨即小欣還拿出剛剛順走的禮物送給壽星 並且說到這是我和封堅一起準備的禮物 小欣這一首就算對方原本沒打算 讓小欣一起進屋慶祝生日會 但收了小欣的禮物哪裡還好意思拒絕小欣 封堅為了給壽星一個驚喜 還特別準備一段魔術表演 但表演完場面卻鴨雀無聲 小欣為了緩解封堅尬的表演 不惜搬出鴨香寶來幫助封堅炒熱氣氛 於是當倒數玩321時 小欣成功從封堅褲子裡面變出一隻可愛的小巷 不管有沒有成功幫助封堅炒熱現場氣氛 至少我相信現場的人肯定永生難忘 某日在幼稚園裡 尼尼問大夥星期日有沒有要去看布偶西 大夥都表示要去看 只有封堅表示不能去 因為要去參加親戚姊姊姊的婚禮 隨即小欣馬上觸位十足地說 尤其是怕小欣誤會傲嬌的封堅馬上急忙解釋 我只是去參加又不是我和小欣的婚禮 搞錯了 重來一遍 我只是參加又不是我的婚禮 聽完封堅的解釋 小欣才對封堅稍微放下心 並表示人家還以為你已經厭倦人家了 由於當天每個親戚小孩都要表演一段節目 對此目前還沒想到要表演什麼的封堅很煩惱 其中正能提議封堅你不是會表演魔術嗎 封堅聯盟表示不行啊 那只是小魔術 而且有對魔術表演有不好的回憶 小欣接著和大夥說 封堅可以變出比鴿子還厲害的動物哦 腦海馬上浮現出上次封堅表演魔術的畫面 而封堅則是馬上用手拍掉小欣的回憶畫面 不想讓眾人看到 你們根本不是魔術啦 應該讓人說的婚姻呢 隨即便想抓著小欣而到處跑 原本聽封堅說是參加親戚的婚禮才稍微有點放心 但想想還是有點不放心 怕封堅婚禮上看上其他女孩 於是便停下了腳步 來不及煞車的封堅一頭撞到小欣山上 小欣說 我想到一個好主意 那就是讓我們一起參加婚禮 到時候由我來協助封堅怎麼樣啊 封堅想起過去 直到小欣介入自己的事情 肯定最後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於是當場拒絕小欣的提議 隨即轉身離開 並表示自己會想辦法 到了星期天 妮妮正能阿呆去看布偶戲 正能發現原本也要一起來的小欣怎麼沒來 妮妮說 可能是在路上發現哪個漂亮的大姐姐了 阿呆則說 該不會是跑去封堅那裡去了 果然還是阿呆了解小欣 面對妮妮正能和阿呆三個朋友 小欣反而選擇只有一個人的封堅 這不是真愛 什麼才是真愛呢 鏡頭來到封堅親戚表演會場 很快輪到了封堅表演的環節 也許是因為小欣不在身邊 感到不安的封堅表現的並不是很好 放心不下封堅的小欣 隨即來到封堅身後 並在封堅耳朵吹了一口氣 封堅頓時感到頭皮發麻 同時也感受到一股懷念熟悉的味道 沒錯 來的人正是封堅的真命天子 野原星之助 小欣用他的方式 給了封堅克服萬物的勇氣 並拿著麥克風和封堅一起表演 兩人如此完美配合的天衣無縫 獲得在場一致熱烈的掌聲 封堅也因為小欣的幫忙而格外感動 但當主持人為起封堅演唱的 這位是誰的時候 小欣說 我是和小廁有特別關係的野原星之助 聽完封堅的傲娇屬性隨即爆發 並對著小欣破口大罵 有了這三次小欣對封堅的死殘蛋打 相信未來他們兩人的感情 一定會更上一層囉 掰掰